今早的AT国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腾讯 简选原因是腾讯上季经调整顺利 大约是375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3.3亿 符合市场预期 上季内地游戏收入318亿 较第一季351亿 按季有所回落 按年持平 上季的业绩缺乏量点 管理层展望 游戏收入将在第三季恢复按年的增长 基于腾讯的业绩缺乏量点 短期股价预料会受压 但第三季的前景趋改善 中期仍有望向好 股价预料维持在上落格局 建议投资者可以hold跌到310元以下吸纳 直播率会较高 目标先看340元 中期上网碎碎证券目标价是375元 跌穿290元适宜减辞